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过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七十路的第十章 这一章相对来讲比较短 在前面的经文谈到第五个号角 第六个号角的吹响 我们应该会期待第七个号角来吹响了 但是在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就有一个的差段 而在第七支号童的吹响 会一直到第十一章十五节才来展开 我们就来看看第十章这里的经文 这里就说到当约翰看到那些的意象 第五个号第六个号 然后再看见从天上有一位的大力的天使 从天而降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经文对天使的描述 他说他是披着云彩 头上有彩虹 面相好像太阳 两脚好像火柱 我们看他手上还拿着这个的小书卷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的形容词 很像是形容主耶稣基督一样 记得在前面的经文 特别是第一章谈到这一个 耶稣基督的面貌的时候 就讲到他的面貌好像太阳那样 他的脚好像火烧的铜一样 这边就提到他的面貌好像太阳 然后两脚好像这一个的火柱 而且在第五章说有这一个的 只有羔羊就是基督配得揭开那一个的书卷 在这里就提到这位的天使就手拿着这个的小书卷 因此经文很明显说这是一个天使 另外一个大力的天使 因此他一定不是主耶稣基督 但是从他的描述 很像主耶稣基督的描述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这位的天使就是代表着上帝 来把这一个的书卷到最后要交给约翰 这是经文对天使的描述 把他描述的很像主耶稣基督 他想表达他是代表着耶稣基督 他手上拿着小书卷 到底这个小书卷跟第五章 讲说那一个起歌印被封起来的书卷 是不是同一卷的书呢 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 但是一些的学者有提出一些的观察 一些的看法 认为说这应该是指同一卷的书卷 经文没有很清楚的描述 但是他就说是一个的小书卷 他可能是同一卷 可能是不同一卷 但我想这应该不影响我们对经文的阅读 继续讲到说 当他这一个的呼喊的时候 好像狮子的哄叫 我们看到这些的形容 也很像主耶稣基督 这一个的哄叫过后 第二节那边第三节就说 有七个的雷声发出声音 那不是一个嘈杂的声音 因为经文说 这个约翰他是听得出 而且是有意义的 他要把它写下来 反而在天上就有声音说 这一个就不能够写 因此这是我们看到 在启示录当中 唯一一个是约翰看见 但是却被禁止把它写下的一个的意义 这个雷声到底说了些什么 像经文没有说 上帝说不能够写下 那我们也不必过于的去议策 我们市面上有一些的启示录的书 犯奸影的女人带在耶稣的面前 问耶稣应该怎么处置他 他说耶稣就弯地下头在地上写字 也有人去猜到底耶稣写些什么 我觉得这些有些时候是过度的意测 那对解经没有多大的帮助 讲到谈到这里过后 我们就看见这个的天使 他说在第七个天使要吹那个号筒的时候 就不会再有单言了 河本翻译成在第六节不再有时热了 其实他的意思是不再有单言的意思 上帝的奥秘就要成全了 在后面的经文就继续提到 天使或者天上有声音就对约翰说 你要去取过那一个的小书卷 然后要把它给吃掉 这一个的意象 其实很像俱约先知的意象 以细节先知也有过类似的意象 把那一个的书卷给吃掉 我觉得这一个一定要跟旧约的那一个先知的 我们讲说是先知的举动 带有启示性的举动 这一种的动作 通常都表达着一种的意义 表达一种的信息 要透过先知来呈现出来 天上的声音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 那是上帝的声音 对约翰说你要吃下这一个的书卷 那这个书卷在他口中会甜蜜 在肚子当中就会产生这一个的发苦 那我想正如旧约以细节书那样指的那一个的意象 把那个的书卷吃进肚子里头 这表示着约翰要去领受神的话语 为什么要领受神的话语呢 在后边第11节必须指着许多的民族 帮我各种的语言 君王来去说语言 他必须领受神的话 以至能够传讲神的道 而神的话是怎么样的 在这里 天使就让我们看见 或者圣经让我们看见 神的话有两面 一面是这一个的甜蜜 另外一面却是发苦 这其实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你跟我有没有去经历过这种的感受 圣经说神的话语甜蜜 这在诗篇也这样子去表达 神的道 神的话语是甘甜的 是美好的 我们吃了 我们领受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饱足 我们会得到满足 我们会得到喜乐 我们会明白神的道 指明我们前面的方向 但弟兄姐妹 在有些时候 神的话语也会为我们的生命 带来发苦的感受 不容易接受 但是却是要我们去破碎某一些的事情 不容易去接受 但是却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 好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转化 几天前我去探访一对的夫妇 跟他们聊起他们在最近的生命 生活底头的一些的经历 他们的经历 起起伏伏 不管是健康 受伤 发生一些的意外 等等 在这一些的经历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好像发苦的经历一样 很苦 很苦 苦闷 很苦涩 但是他们却在这种的经历当中 更深刻的去明白神的话语 更深刻的看见神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里头 在他们的家庭当中 在他们的孩子的身上带来转化 带来改变 更深刻的去体验上帝怎么样使用他们 带着使命的做福音的工作 那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其中一种的写照 有甜蜜 有苦涩 而这两者到最后 是要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是要去帮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 能够去尊荣神 能够去见证神 弟兄姐妹 我们要阅读神的道 虽然有些时候神的道并不容易 就好像启示录我们有些时候也觉得不容易 很多的异象 很多的符号 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楚 有时神的道不只是难理解 而是对我们的生命 因为要破除我们生命当中 某一些固有的软弱 让我们觉得不容易 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要阅读神的道 因为神的道会给我们带来甘甜 也有时会带来发苦的感受 到最后是要成全我们 到最后是要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一起更尊荣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神 但因为我们领受神的话语 我们也像约翰一样 要把这个道 领受的使命 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在祢面前 看中祢的话语 把祢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头 使用我们 成为祢话语的出口 叫许多人 应听福音而得救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